第1章 美国恐怖电影 那两个人完工之后 发现一个老头坐在一个很高的电线塔上 一动不动 两个人非常好奇 爬上去之后 他们却惊人的发现 那个老头早已死在了电线塔上 这个事情被小镇上的人们知道之后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虽然知道那个老头是饿死在上面的 但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他要待在电线塔上 为什么直到被饿死都不肯下来 紧接着厄尔和阿瓦 开车又路过了小镇上 一处人家的羊圈 但羊圈里一只羊都没有 剩下的也只是羊的残骸 而牧羊人都死了 此时他们开始察觉到了不对劲 跟厄尔和阿瓦一起干活的工友们 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 不知道用电钻钻到了什么 突然就开始涌出了大量的鲜血 工人们十分害怕 紧接着一个硕大的奇怪生物就钻了出来 两名工人被这个怪物的巨大触角拖走 被掉落的石头砸死 厄尔和科瓦决定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他们想要打电话给警察 让他们派人来镇上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电话线好像被那个怪物弄断了 电话打不出去 厄尔和阿瓦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寻找救援 他们开着车离开小镇去寻求帮助 可刚没走多远 他们就发现了路被石头堵住了 就在此时 两人发现汽车也有一些不对劲 车子有点开不动 他们想到之前出现的那个怪物十分害怕 实际踩着油门逃回了镇里 重新回到镇上之后 大家发现汽车轮胎上 果然缠绕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仔细查看之后 他们发现那居然是一个粗大的 类似于触角之类的东西 大家都认为是那只终于现出原形的怪物了 但他们殊不知 这只是怪物的一部分而已 厄尔和阿瓦作为镇上为数不多的年轻人的代表 又有和怪物交锋的经验 就被镇民们再次选出 让他们骑马出镇寻找救援 两人刚骑上马离开没多久 仿佛又有些不对劲 连匹马跑到同一个地方后 死活不肯往前走 这时两人才终于看到了那个怪物的全貌 原来之前他们看到的 不过是他的冰山一脚罢了 在怪物的疯狂追赶下 厄尔和阿瓦放弃了马 撒腿就跑 他们跳进了一条干涸的河道 怪物撞在了泥潭上死去了 一个女大学生兰达正好路过 她对这头怪物并不害怕 反而很好奇 三个人一起将死去的怪物 从水泥墙里拉了出来 原来这头怪物没有眼睛 只是凭着听觉攻击 兰达在研究了之后 发现附近像这样的怪物 还有好几个 三个人一起回到了镇上 一起商量如何解决这剩下的怪物 大家都躲到了房顶上 防止怪物从地面袭击 正在这时 伯特夫妇还不知道如何躲避怪物 他们还待在自己家的地窖里 在地窖里 连运充足的炸弹和手雷等等解决了 其中的一直前来攻击的怪物 也来到了屋顶 这时屋顶仿佛再也不是安全的地方了 怪物开始袭击房子的地基 在房子的剧烈晃动下 一个阵民掉了下去 沦为了怪物的食物 厄尔和阿瓦想到了镇上的一辆推土车 那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连运朝着推土车的方向冲去 在听到了声音后 怪物很快就追赶上了他们 蓝达为了救他们 自己也踢断水管 弄出了巨大的响声 试图将怪物引过去 最后 厄尔和阿瓦开着推土机 将镇民们拉了上去 怪物使了技 让推土机翻了车 镇民们纷纷用之前 不断服服带的手雷防身 虽然解决掉了一只 但最后剩下的那一只 还在穷追不舍 最终还是阿瓦灵机一动 朝着悬崖冲了下去 成功将怪物引了过去 掉下了悬崖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的整体情节 十分的紧凑 画面也十分刺激 让人看了之后 心跳加速 喜欢的观众 可以去搜索看 好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